今天職業特工隊邀請Anthony是一位攀岩教練 剛才在節目裏面都和大家講了怎樣成為一個攀岩教練和中間的過程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都幾有趣 其實在今時今日我都是第一次聽到攀岩教練這個行業 其實Anthony你覺得在這個行業裏面是不是真的前景很大呢 假如有一天我覺得這個是屬於運動那方面的興趣那方面的行業 不是一定是好像會計師、醫生那些必要的事情 你覺得行業是怎樣看法呢 前景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開始普通比較初級的攀岩教練的薪金是比較低的 但如果你一路一路做上去 譬如帶人一對一去爬一些明星、一些朝聖點 那些就可以很貴了 還有我又覺得不好意思 還有我又覺得一件事是沒有年齡限制 但又不可以太老成為教練的 我其中一個教我的攀岩教練 其實都是上一年多的人 當你說上一年多的人大概幾歲 五十以上 五十以上絕對有 但是其實假如譬如好像我們突然之間 因為我覺得這個行業就比較像你 或者是喜歡戶外活動先 運動營的 那就是說不是那些書低子 假如譬如我做一下accountant 我做DJ突然間 我很有興趣做這些事情 其實可以成為一個攀岩教練 都不需要 我也有一些學生是博士生或者是博士後 他們讀書很厲害 但是他們都很喜歡運動 其實攀岩近這十年是發展得很好 我覺得是很蓬勃 很蓬勃 因為開始那些人 因為我們美國近這五年開始 運動、簽體是很盛行的 當然女士比較喜歡簽體 當然不是說不做運動 但以簽體為主 男士真的很喜歡運動 譬如去健身 也有很多人很喜歡自然界的 譬如剛才Anthony所說的 行山、攀岩 甚至乎Raymond所說的打獵 露營 露營 當然很多人士都未必適合戶外的生活 但是我覺得近這十年八載的確是 開始越來越受很多的青少年歡迎 所以其實前景應該是很樂觀 但是做華人的父母 未必喜歡自己的子女做一些 沒有什麼錢賺 又沒有什麼前景的行業 我覺得是有錢賺 只要你做到一個比較高難度的街 就會很值錢 一到一的那些 譬如你好像爬一個喜馬拉雅山 幾萬、十萬、八萬 但是這樣是比較 十萬、八萬一次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去教人 喜馬拉雅山 就好像比較遠一點 那你普通去Wed Walk 爬一個街都三百元一天 那你做了多少天穿 一個禮拜 六天 很討厭 真人休息 其實初級的時候 真的人工是比較差 而且你是要看天氣 所以我都會有一份正職 其實至少我們知道 興趣的東西是找不到飯吃的 開心的 有些找到的 興趣的東西 其實能夠將你住為一個主職的話 其實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賺到錢 但是如果你是興趣的 通常就未必在眼門前馬上賺到錢 譬如說專門做室內那個 那你是不是早九晚五 還是什麼時間 他的癌館開很長時間 通常是早上六、七點 開到半夜十一、二點 他會有收入去分 剛才我忘記有沒有問過你 你入了這行多久 我玩就玩了二十多年 但是真的 之前我說的Wayman介紹我 我就開始去research 然後做這些 大概是三年左右 大概二十三五年左右 在這一行裡 或者這個運動裡 都二十多 他只是爬都爬二十年 你想想有多大興趣 你最高峰爬到上 喜馬拉雅山 還是富士山 我們攀岩和登山不同 剛才你說的 爬的風是登山 我們攀岩就是爬一個窩 那你爬到最高 你爬到多高 沒有說多高 都是五點十幾 我想問一下 如何挑戰自己 你爬來爬去 都是那個牆 那你不停去玩一些 不同地方的癌 因為不同的癌質 都有不同的挑戰 所以我說 你有多高的癌 譬如說 你這個癌只有十尺 對你來說 可能是很容易的 但原來有個 可能是五十尺的假魚 可能是一個挑戰來的 高度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五點十幾的數目 即是看一些難度 那些石 譬如這樣 你慢慢到 譬如這樣 你慢慢到 你可能有些明星古蹟 或者有些很明山大村 有一條什麼線 是五點十四 那你很想去做 那你可能去那裡 住三個月 就爬過一條線 那我又這樣問你 你有沒有試過去那些明星古蹟 爬過一些 Guns 我剛才說過兩個小時 Guns 都是其中一個名星 即是一個朝聖點 有沒有哪個地方 你想征服的呢 不要用征服這個詞 我很多地方都很想去拍 西班牙、西岸、西亞圖 Red Walk Vegas 很多很多 Colorado 很多正的地方可以去玩 但其實你在攀岩的時候 你看不到景色 很漂亮的 你只是看著前面那塊石 哪有漂亮的 那你可以停頓看天 就是要這樣看 有些可以在上面 在岩壁上過夜 可以玩露營 玩露營 看日出 捉螢火蟲 燒東西吃 其實初初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你怎會對這方面有興趣 初初我在澳門 我是澳門來的 當時澳門想引入攀岩運動 就去香港學習 然後把這個運動帶入澳門 當時政府也有一點資助 我當時就是一個學生 看到有得報名 我的朋友又說去啦去啦 開始就玩 你是否要運動型 之前都是 挑皮型 挑皮型 即是坐不定那些 對 猴子型 過度活躍症 其實做這些運動幾好 會不會 靈活一點是有藥數的 靈活一點 是的 其實運動這件事 其實要不斷地做 才會靈活 我想問問 人工方面 譬如我說在室內 你說時間很長 六點做到半夜 十二點都有 shift 那個癌館開這麼多 在癌館我當作做一個癌館員 大概多少錢 然後我有興趣 我再去考做教練 其實不是很高 初初因為很多時候是 青少年進去做 因為他本身可能喜歡攀癌 他有一個福利就是 他可以攀癌 不用錢 還有他還可以在 全國的癌館攀癌 都不用錢 你做了癌館的工 你是業內人士 其實有很多福利 給攀癌 買戶外用品 都有些福利 還有你去那麼多 全世界的癌館 不用錢 你有個證就行了 是的 這是其中一個福利 無需教練 我是在這些癌館工作 沒錯 所以有很多喜歡這件事的人去做 不介意人工 慢慢玩下去 你可能一路一路升 做manager 這些便高一點 所以會引起很多 可能我們叫做dirt bed 第一就是一些 以攀癌為主 就不賺錢 或者賺很少錢 他儲夠一塊錢 又去攀一個 剛才我說的 三個月一個project 去做一條線 去爬一條線 他可能做癌館 做半年 儲了一塊錢 他又飛去西班牙 爬半年 其實運動和藝術 是差不多的 有些人是藝術者 或者運動家 他們不是說 將錢的重點放得這麼大 通常他們當然 每個人都要生活 但問題就說 不需要好像 我一定要賺十萬八萬一年 可能正如剛才Anthony 所說 青少年有些人說 我可以 因為我是一個 這樣的興趣 可以去到不同的癌館 裏面去做了 去幫助其他的癌 即可能很多的benefit 吸引到那些 還有不同的癌 這個字很難讀 硬管 硬管有不同的難度 變成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challenge 自己 其實每一行都有不同的辛酸 不同的開心 所以心機前的父母應該知道 如果你的子女很想玩這一行 就讓他們去做part time 讓他們接觸一下 part time是不錯的 我覺得每個人的興趣 還有那個優點不同的 所以不是一定說 指稱可能是很厲害 說服別人買一些的物品 反而你叫做accounting 他計算不厲害的 可能是大本的投資 那些 但原來他做其他東西很厲害的 所以其實 爸爸媽媽應該看回自己的子女 那個長處 還有那種的興趣 還有一件事就是不需要有國際性的 這個license 你三年一次 AMGA是under IFMGA的 其實他都會認你這個資格 最後一個問題問你 如果你不是一個攀岩教練 你會做些什麼 攀岩者 對,沒錯 我就是想攀岩 也是攀岩 如果我可以… 例如我剛才所說 可能做一塊錢 然後去爬一段時間 然後再做一塊錢 就爬一段時間 謝謝Anthony 我們時間夠了 謝謝你 謝謝你 有機會再請你上來 好,再見 掰掰